最近有不少人發現自己的選民資格原來已經被取消了 如果你一早已經登記成為選民的話 千萬不要大意 讓我馬上教你如何快點用手機去檢查自己的選民資格有沒有被DQ 只要去到選舉事務處的網站 再進入這個系統 簡單地輸入你自己的個人資料 馬上就可以檢查到你的選民資格 而相關的連結都已經放在內文上 查詢的過程也只不過是一分鐘 不要再被任何藉口自己 立即去出考 如果你還未登記成為選民的話 不要再說沒時間有二晚飯 因為我現在立即會教你如何用手機登記成為選民 首先你需要下載了申請的表格 而表格已經在內文中有連結 然後你再打開這個app 然後點選擇要填寫的表單 然後點選檔案瀏覽器 會入你選民登記的表格 之後再點點格 程式會幫你自動對位 然後你再輸入個人資料就可以了 中英文可以直接打字 然後按這個按鈕就可以調校文字的大小 在要剔的部分 只要你按這三顆點點就可以找到剔的符號 同樣地如果你需要剔除線的話 按這三顆點點也可以找到它 如果位置不準的話 你還可以延長或者移動它的位置 當你填好資料之後 在下面的地方是需要簽名的 其實你只要按apps下面的降筆 然後再建立簽名就可以簽了 然後把你的簽名放入申請人簽署的地方 當你填好成份的申請表之後 你可以選擇把它上傳去Google Drive 又或者是直接以電郵的形式 去傳送給選舉事務處 在發表格的時候 記得要將你最近三個月的註指證明 都一起加起來 你可以選擇直接拍照 或者是scan成PDF的檔案 給它都可以 然後你在標題的地方寫上申請的名字 以及寫在帝交選民登記申請表格 方便他們處理這個申請 這樣就可以了 今年登記做選民的截止時間是7月2日 大家記得要把握時間 進入自己的公民責任